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介绍一下吧 自己刷我去 自己刷我去 自己刷我来的政治学系系主任 我国著名政治学家 当然也是我国著名的文化人 张宁先生 凡是熟悉张宁先生 都知道 他著作等身 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是我国应该说是 社会科学的一个水比大家 水比大家 而且精通党史 今天晚上我们就欢迎他 给我们做报告 他的演讲题目是废科举 百人之修与百人之养 请大家欢迎 我本来一般的讲课是不聚工的 但是你们这么热情 我必须再聚一下工 无疑先生是太科学了 实际上 我是 我是学现了一个 怎么说 一个移术 我始终我觉得 我没有进到一个什么门里去 身在政治学系 但是做的是 做的是历史 你说是历史吧 历史 就是 好像还是政治学 我基本上经常这样 这样做 就是我在 到政治学的地方呢 去开会呢 我就说我是历史 到历史的开会呢 我是政治学的 反正做历史的人呢 我政治学最棒 我做到那个政治学那会儿 我历史最棒 这样我就很占便宜 很占便宜 这个无疑和贺也宫他们推荐 我来在这个讲台上讲 我确实是很惶恐 确实是很不安的 也许我想他们可能推荐错了 因为我呢 实际上就是 在 你说学书的东西 也不是不做 但是那个做的比例 要实际上比他 比我写的水比较少 有的时候那个论文吧 就是写成这样 就是我的论文呢 就是带注的水比 水比就是不带注的论文 所以就像这样一种东西 就是我自己这样 我自己都很奇怪 我到底是干嘛的 反正不过这么说吧 今天我就来了 来了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我的这个 就是一些读书的一些体会吧 不是客气 因为实际上你说头衔是有 有什么教授啊 还有什么系统论的 但这些东西啊 其实它不代表水平 也不代表学问 比我头衔大的人 多了呢 他们跟我一样 其实这头衔不代表你 所以大家那个 所以大家现在放平一点 别人觉得好像 觉得这个人好像挺牛 我们呢就是要听 一种就是说 这个人很牛 我要跟他对着干 恶搞他一下 这个当然恶搞我 我很欢迎 这个因为我确实是 我如果要一向赛亚哥 拍一个片子 我欢迎你恶搞 但是我这种 就是说 我觉得 就是说 我跟你讲这些就是 我们是很平等的 我就是在那 报告我一些读书的题会 今天我的题目是叫 废科举 百年之修与百年之养 当然这个后面 是有点这个转文了 实际上就是关于 废科举的有点思考 这个我们知道 去年 就是2005年 是中国废科举 一百周年纪念 这个科举啊 是被一个 宇宙文先生 称之为 中国文化的 三元社之一 就是你中国文化 你标志是用东西 就科举 但这科举呢 在一百年前 他是非常轻易的 被废掉 当时这个张之洞啊 袁世凯啊 称秦宣啊 这么这帮家伙 一穿的 一个座楼上去 最后 一个招令下来 就废了 当时废的是波澜不惊 就这么一个 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这个 执行了 一千七百多年 那个制度 被人称之为 中国文化的 原色之一的 这样一个制度 居然这么轻易的 废掉 我翻了翻 当时人的一些日记 当时人的一些报道 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好像没有发生一样 就我们知道 我们后来我们农村改革 一个承包制 还闹到这个富凡逃天呢 啊 我们今天说是高考改革 然而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动力 啊 那个时候那么大一个制度 居然被废了 没动静 所以当时 一百多人很高兴 当时那个英国太古时报 驻北京的一个著名记者 叫莫里勋 啊 莫里勋就说了 说这个中国真了不得 这么大一个制度 废掉 啊 居然是这么顺利 所以可以预想 中国在未来的 未来的这个地方 他们的改革的路 会走得非常顺利 就是没有什么车 这是办不到的 可惜啊 莫里奇先生的预言是没说对的 后来的改革还是很艰难的 我去年在中山大学讲 他们是政法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前是转型时期 我说转了一百年 我们现在还转型呢 但愿我们在座的人不要再下一个百年赶上转型 下一个百年你们也不活 你们也死了 你们的子孙在赶上说 再纪念我们再一百年再转型一次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不容易 实际上并不容易 你看当时很容易 为什么后来就那么不容易 我后面还要讲实际上这个科举 虽然被废了 直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 一路不散人 但是我们想他们有同学问了 说为什么那么痛快啊 说为什么那么容易啊 就废掉了呢 他就是说当时这个科举位废掉了 举国好像举国一致 没有什么反对声音 大家对他也不是很注意 这个不代表他真的就没有反弹 而是引起就是说这个制度被废掉 真正受到损害的那一部分人 他们没有声音 他们没有声音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当什么东西改革 碰到这些人的利益 这些人如果恰巧没有声音 或者他发不出声音 或者没有渠道发声的时候 他就看起来好像是一片 一片这个歌颂 就像前段时间 北京市说那个出租车 车被涨价 搞清证会 有俩司机 司机说 说呀 长得好长得好 但是我们底下一到台 一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司机 都说不行 他们为此霸尸公 所以你看的声音 他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无声的人 鲁迅先生有一个演讲 叫无声的中国 无声 再一个 在上层 他为什么能够 就是说娱乐或者上层 能那么痛快 他们不 能发生的人 为什么不发生 能发生的人 为什么都一直赞同 就是因为 我们中国上层文化 有一种 根深蒂固的习惯 什么习惯呢 就是说 呃 因为我们中国啊 这个 我们中国可以说 从秦朝开始 他就是一个 就是我要讲制度是 就是说 它是一个特殊的制度 叫做官僚型地制 啊 这个官僚制是中国 解开中国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 就是官僚制在这一坨是最大的 在从 无论是从国家视野 还是从社会视野 官僚制度是最大的 是举足轻重的 所以呢 国家好 是官僚的官僚之功 国家差 是官僚之过 人们 习惯性的 把 把 国家的姓王 社会的 啊 好坏 都 在 官僚身上 找原因 也就是 反而言之 就是在整个 斯大夫的取体中的原因 找什么原因呢 啊 找 学风的原因 找 取释制度的原因 啊 就第一是学风 说你到底什么学风 是浮华 啊 还是 讲究实际 啊 是空虚 是空患 啊 还是实在的 啊 他经常在这个方面表演 第一个原因 就是所谓取释制度 我们居住从那个秦汉以来 变了好几次 啊 我们从茶举 变成九品中正 啊 后来又变成科举 科举是时间最长的 从隋唐 隋扬帝立志以后 一直就演绎下来 就是我们考试 就是官僚制的入口 用考试制度 来作为官僚制的入口 这个制度实行了一千七百多年 最我定的 但是 如果 国家真的出了事 在这一百一千七百年 这个期间中 不断的有人会批评这个制度 啊 所以这种事情也不是很顺利 中间有很多曲折 很多波折 啊 我们知道 中国在近代 是整个国家最失败的一个年代 就是 这个失败不是像以前那种失败 以前的失败就是说 像固言武讲 我们是要王国 不能就 我不王天下 我们的文化没有受到冲击 国可以王 一姓一户 王朝可以被推翻 但是我们的文化没有问题 啊 就是王国不王天下 但是我们近代碰到的危机就是 不仅王国 有可能王国 有可能王国 而有可能王天下 就是我们的文化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失败是很根深蒂固的 啊 根深蒂固 这种失败对中国的影响 对中国的后世的影响 那是到今天 你你都都能赢 都能感觉到 啊 就是包括我们 比如说好多网上讨论 说为什么 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汉奸 啊 说日本鬼子说看我们的地道弹 这雷战 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汉奸 日本就嚣嚣我们 啊 你们呢 协助我们日本人的政权的军人很多嘛 比我们还多啊 多一倍啊 啊 他为什么会这样 会不会这样 我还告诉你们 你看 这个 当年那个三不治将军 张忠叉 有狗肉 张忠叉 他凭什么众成天下 就是他在东北的时候 收编了一万多白俄军队 所以等以后 跑到流亡东北了 他收编了一万多 这白俄军队 白俄军队是白俄军 高大 啊 黄头发 白眼镜 他用这一支军队 这个做他的一个精卫军 做铁 做了一支铁甲车队 这个军队一出现中国战场的时候 中国那些巨发军队 那些中国士兵 一看了就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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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仗了 一看了就麻了 就是一胆被吓破 就是整个就是我们的失败 就是我们近代 整个近代以来 这个国家的失败 这个失败 对整个社会的人心 都造成了很巨大的震撼 所以这样一种 建立这样一种失败的时候 人们找原因 我们不会在 甲乙丙丁身上找 啊 我们不会在那些 阿凯尔神上找 不会在交大将战神上找 要打板子 就打斯大夫 啊 打斯大夫 打 这个 斯大夫 或者官僚选拔这个制度 就是取释制度不好 啊 这个批评已经很长时间了 就是到费科技一九零五年的时候 这个批评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 啊 就说 人家外国人取释 外国人选拔人才 整个制度好 而我们 选拔人才 制度不好 啊 所有的人考试 支持到费高头奖章 什么叫高头奖章啊 就是那四十五经 啊 四十五经 那时候他的天章很大 啊 嗯 知道背这个 啊 是啊 可把五文符背这个不行啊 就不像现在我们现在的考试 我们可以 我们有很多科目 那个时候就是四书 四书 起码要四书背书 为什么呢 这个 科技是从四书里头出题 摘出一句 半句 一个字 甚至是 这边这个下 下句 接后几 几段话的 那个上句 叫解答题 你一看到 这句话 不管他通也罢 不通也罢 一个字也罢 两个字也罢 啊 他说一段话也罢 你就知道他在哪儿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这个语境 然后把他排演出一篇文章来 而且还要一股一股相对 就是对账押韵 啊 一阳顿挫 啊 你念八五文啊 就跟念念念念念念经似的 就跟就跟唱诗似的 啊 非常非常好的语文 啊 这个好语文 所以这个不行 我就是因为他 啊 其实呢 是这个内容不行 不是考试本事不行 但是那个时候呢 大家没分得很清楚 就认为 啊 这都不行 通通都不行 啊 都不行 其实勿许唯新的时候呢 已经准备改这个了 主要没有改这个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就摆着唯新就维持了一百天 就没用弄下去 所以后来呢 就是这个事情拖了几年 拖到了 拖到了一九零五年 啊 啊 冬结还有一个曲折就是 闹了一颗团 啊 我们中国玩了点儿 土造的恐怖主义 啊 这个围攻围攻死管 杀了是洋人 啊 这个围攻死管就是恐怖主义 啊 因为一万国际法 那是人家领土 啊 啊 啊 人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讲到说 为什么会就是说人们会有什么这么想的问题 就是说就是我们传统的习惯就是说把政治问题或者社会问题的出现啊 尤其是出现了一些普遍的失败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总是想一个特别便捷的方式来解决 就是所谓钢举木章 我总找到一个钢 把它拎起来 啊 就就全部解决了 找到问题的结症 而这个结症呢 就是一句话 啊 当然我们今天是不可能了 今天我们就明白了 很多问题是很复杂的 没有那么说一个结症 那么一句话就拎出来 把这东西解决就完了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啊 但当时的人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找到一句话 找到一个东西 一个结症 我们把它解决就完了 啊 就是像 就是 一个 一点事 或者 把它 弯去 或者 把它改正 中国就 一下子 前途光明 一片 啊 就是一片光明 然后就可以改革行迹 啊 改革行迹 现在找的是科具 后来 西埃革命 早就 就属于这个民主制度 让人想 只要民主这两个字 写在我们的国家 写在我们的国号上 挂在城墙上 中国的事就完了 就好解决了 我们很快就会成跟 跟美国一样 啊 想的特别好 就是 就这么想的 你别别觉得很天真 一直这么想 就是我们叫 呃 政治学院 叫做制度迷信 叫制度崇拜 科具 这个废科具 也是一种制度崇拜 这种制度崇拜 导致了当时的舆论 对科具一面倒 就是批 就是要废 啊 要废 当然这个科具改革是必须进行的 啊 也是应该进行的 但是问题是当时的人们对这个问题 对这个科具的认识实在太浮浅了 过于浮浅 中国啊 以考试取试 就是官僚制度的入口 以考试 作为这个把门的这个官 但是这个本身啊 就讲一讲制度 从技术上讲的 制度本身啊 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说 而且可以说 很自豪的说 它是一种创造 它开启了 到今天 西方还能够 还一直执行的 就是文官考试制度 它开启了这个制度的大门 啊 西方的文官考试就是受科学的影响 它本身并没有错 它错在哪呢 它错在它跟这个 所谓的 选官制度 跟 学校制度 捆绑在一起 我们今天很明白 学校制度是学校制度 从小学 中学 大学 啊 学校组织结构 怎么入学 怎么考试 怎么毕业 这一套 这是学校制度 从一个乡村小学 到教育部 这套提起 我们很知道 它不是选官制度 啊 而选官制度呢 是另一套 啊 我们的组织部管 从组织部开始我才管 啊 党管干部 啊 那套 那套 除了是啊 什么折优 选拔呀 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这个 实践考验呢 还是买官欲绝呀 反正 是那套 那个事儿是中主不管的 他不是教育部管的 大家都清楚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 科举制度 就是跟教育制度绑在一起的 明清 尤其 就明清两朝 尤其明显 我们讲那个时候 你比如说 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在座的很多 可能应该都看过 范进宗举啊 就是如意外史 至少没 就是没看过 如意外史 肯定看过 范进宗举这段 范进宗举 那段 第一句话是 范进进学回家 妻子 啊 爷娘聚欢喜 什么叫进学 就是入学了 上学了 啊 那你说范进当时 上学的时候 他差不多四五十岁了 他怎么还上学呢 你别笑啊 比他老子还有 还有八十岁老同生呢 八十岁老头子进学 当时也值得庆贺啊 就是说那个时候 实际 比如说我们识字 我们读书识字 是在诗书里头 诗书叫诗学 官方并不认为诈 你不管你诗书里上什么东西 他不给你 不给你任何文凭 不给你小学文凭 也不给你中学文凭 什么文凭都不给你 谁都不理你 你爱怎么上怎么上 你这个诗书是什么样的 啊 你是一个村的 啊 请一些塞亚村学究 像洪卫玄这样的人 给你上课 也行 你请个举人来也行 请个举人来 也可以 啊 你是族学 你是家学 都行 但是有一点 这都是属于私学 官方不认账 官方认账的 科学 从 县 州 府 一直到国子象 这个是官学系统 怎么能入文学呢 就是考试 啊 考试 我们讲就是秀才考试 他叫学名叫英童子试 这个实际上啊 他应该是什么呢 他应该是 就是讲学校入学考试 跟当官没关系 但是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 他却成了科举制度的第一个台阶 就是说你考科举吧 从考秀才开始 然后再考举人 再考进士 三大台阶嘛 但是考秀才童子试 是学校的入学考试啊 他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按道理没有直接关系 但实际上就绑在一起了 人们都认为 你入学考试 考中了就等于在 官僚的台阶上 卖出了第一步 万里长征卖了第一步 今后的路虽然很长 但是毕竟第一步已经卖了 社会上承认你是什么呢 你是士生了 你是士了 你是士了 你可以戴方帽子了 你可以免摇曳了 如果在官府派人民工修河 挖河 挑战子 你可以不去了 你建了县官 可以不叫大老爷了 你可以支撑学生 管他叫老师 啊 就像我们的大学生 现在 得谁就叫 threat老師一样 你可以管 你可以管 你解 translate 也叫老师了 啊 为什么呢 他就可以叫老师啊 为什么 就说每一个县的县学 就是那个县的学 他有 过去也有个学公 啊 这个学公啊 说其在的 就是以民争养所 多数十年amentтор不上课 这个学校它不上课的 偶尔跟他讲座 讲座谁呢 就是比如路过的官僚和学者来参赏 一些我们相见上的 再就是本县的县太爷 偶尔上去讲一讲 剩下的就是那些学官们 教育啊 殉导啊 搜索作业 还有说不是作业 这是官学 但是实际上官学是不学的 就是你能考上官学 证明你已经有资格了 就是你有资格什么呢 你有资格去考据人了 去考进士了 就是为什么 就是你已经全都明白了 你可以把四书 四书五经 尤其是四书背着烂熟 而可以提笔作文 同样是可以作诗 做贴诗诗 这个 无论是调评证 还是玩压运 你都没问题 就是像鲁力外师里头 一个鲁边修嘛 鲁力边修 那嘴对话说得好 说那个东西 咱们做文章 做诗 都要从八读里出 说八读文学好了 那是要诗就是诗 要文就是文 一个马上下去 一波学 实际上呢 就说改革 教育制度 和选官制度 这两个都得改 但是比较起来呢 改革的方向 我们应该把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分开 但是当时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不明白这个 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浅显的道理 所以当时费科举的口号就是 费科举信学堂 就是用学堂 用新式的学校 就是今天我们测身期间的 这种新式学校 来取代科举 我们要问 实际上 这个新学堂取代的应该是师俗啊 是应该那种 那种塞加村学俗啊 那时候就是在村头 村尾 说谁家老师家 老师家有空房子 一个人搬个小板凳往那一座啊 用个挂丝板啊 就那种学校 你是取代的是那个东西 就是你取代这个东西 不是科举 这个当时这个改革是 在这个问题上是蛮你 蛮你 为什么会这样 就以前也批判科举 其实从那个这个科举制度确立以后 一直就被别人批判 但以前科举啊 他有 他有破无力 就是想破到这个 但历什么 就现在我们这个领导都特别喜欢 就是说 你老批判 你老骂政府 你老是做的不好 但是你起点见一见 行不行 啊 就你历什么 我经常说的这种指责 我就说 那历是你自己的事 干我屁事 是不是 我又不是当官的 对不对 啊 你当官你要 你就想挨骂 我是知识分子 我就说骂你的 啊 但是当时的人呢 他确实他 他不光是骂的 不光是破 他看到立的榜样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的学校制度 啊 学校制度 所以呢 实际上 他是这样取代的 就是说 呃 这个改革 比如说小学 小学就相当于秀才 中学 相当于举人 大学相当于进士 在各个县 办小学 在各个府 办中学 在省 中央 办大学 就这样一个体制 来取代科举 啊 取代科举 显然 我们觉得 今天看来是比较荒唐 实际上 他们并不对应 并对应 你比如举人和进士 都是一种 猴不关怨 或者是 就是你只要考中进士 你就可以当官了 马上你当官 只要你考上 你就可以当官了 榜有名 立步就给你派 派下去 啊 他跟这个大学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都明白 上大学 其实 做官 这是一部分的出路 当然今天还是个比较好的出路 啊 但毕竟还是一部分出路 还有同学去外企 是吧 还有同学去国企 还有同学去市企 还有同学干别的 去做医生 做律师 做记者 记者 也有体制内的 啊 有户口和没户口 啊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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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制的 是不是 他我们觉得 没有说是 你大学毕业就非的 就给你个官当啊 啊 啊 他不对赢啊 啊 不对赢啊 但当时是觉得 就对赢 就这么对赢 就这么赢 啊 就这么赢 而且呢 呃 废哥举 头几年 还给谁呢 就说 你留一声回国 啊 如果你在国外读个专科 赏你个举人 如果在国外读个本科 赏个进士 呃 那个 学的很多啊 这你国外 你就是说 你是学军事的 给你个兵科举人 兵科进士 啊 如果你学农业的 农科举人 农科进士 如果你是学牙医的 就是牙科进士 牙科举人 别笑啊 真事 啊 真事 当时就这么多科 啊 但是我 我很遗憾 我没查到儿科 副科 可能那个时候 没有那个 学儿和学 学复科的回国 啊 这两科的这个 在外学医的都不爱国 这一废啊 这个科科举啊 实际上他这个 他这个问题啊 就说 很大 现在国外这个研究 就是一些 学学的研究 比较多了 他们很多人的意见 都是因为 都认为 废科举导致了 清朝的覆灭 啊 原因之一 就是说 这个科举啊 他是一个联系 朝廷 所以今天话 就是联系 政府 和 知识分子的一个 天然的阶梯 或者一个 牛带 为什么那么说呢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说 我们讲 这个 实际上 取中人很少 就三年一大笔嘛 三年进士考试一次 举人是大概 平均下来是两年一次 这些也是三年 但有时候有N科 有一些那种 特殊的体育 就是两年 两三年一次 每次进士 取中率 全国也不过就三四百名 那个比例 非常之低的 考中举人也很不容易 也很不容易 我们都看过 阿Q正传 这个墨庄一代 最大的身世 是举人老爷 举人老爷 都了不得 说话现在也都挺 就是说 相当于我们 现在一个中学生 那么牛 现在我们中学生 比如大学生 博士回去 现在爷爷比你 都两说的 我估计肯定不会比你 除非你他们家亲戚 那个 我记得是那个 一天一回忆说 他小时候 他父亲一考证举人之后 他当时还被人抱了 三四三四岁 我上街 路过集市的时候 所有人卖东西的 是不论是糖块 还是四子饼 把那花生 都往兜里塞呀 得钱 翻进考东举人的时候 考东秀才 他老大人糊涂库 拎着 一串大糖 一瓶酒 来出货 还告诉他 你别给我抽血 你别给我抽板 咱们的职业 都是很尊荣的 但是你不能跟那 趴奔的 做田的 这个 死了死了 但一旦中了举人的时候 那糊涂糊涂的 就下 而且这个时候 有人给他送房子 有人给他送田 还有一帮老妈子 仆人 来了 志愿者就来了 现在我们考中博士 有人来给你当老妈子吗 陈独秀 考秀才 中了这个 他们县的同名 按手 当场 就十几家 给他说亲 送媳妇来吧 我们现在 别说 我们现在说 上大学 上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 有人给你们加提心吗 没有吧 不容易 当时那个 比例很小 但是 他为什么能够把所有的读书人 全都钻在 全跟跟政府联络一起呢 因为它是一个金塔的效应 塔尖 是进士 然后是举人 再是那些供生 丙生 扶生 就是秀 秀才 秀才 秀才之下 还有很多 我怎么认呢 他还分很多档次 我跟你说 就是同样的读书的人 能做文章的和不能做文章的 一回事 不一样 为什么说不一样呢 就是说 你能做文章的 赶紧考场 那个时候 不管你 三星二十一 只要进了考场 哪怕你到考场上 吓得要命 一直哆嗦 待了三天 只写了一句话 回来也行 给我看你眼 你就可以戴方帽子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博士帽 那个时候那种方帽子 不好给你们描绘 就戴方帽子吧 因为什么呢 你进考场了 当时有一个俗话 就是能进考场放个屁 也替祖宗争口气 这些人一大剧 更多了 更多了 还有下面那些 还没有进考场 还想进考场那些人 对吧 这么一层一层的精神塔 底下底儿很多 他们都通过这个 科举的这一条线 一个阶梯 跟谁联系来的 跟政府 意思就是说 他无论他只要是想 他在考试 或者是已经参加考试 没被录取的 被淘汰的 还是被录取的人 他实际上都有个什么背景 就是说 他多渴望有官方的身份 就是官方这个背景 是他最强的动机 也就是说 他没有通过这个跟政府发生联系 发生联系 你别小看 因为他实际上 就是说 他可能有很多人是一辈子都考不上 一辈子都通证 这有可能 但是只要进入考场 他就有地位 就有相应的地位 就是你读过书 你能写文章 你在乡村里 就有他的相应的地位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 是一个礼俗社会 这个礼俗社会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的那些 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 是属于知书达理者 这个知书达理者 他的特点就是 能够在社会中 起到一种 融合和调节的作用 他有现实的功能 你比如说 我要写个村联 写个对联 过去写对联 不像现在 这个 简单 咱们找那个 到街上买 买一达就行了 要啥有啥 印度可花花 那时候多了自己写 而且写得要很对景 就是 而且 而且不光是家里要贴 他们家那个 牛棚要贴 租卷要贴 做这个东西 他可以 对吧 有这功能 还有 各种礼仪 婚商嫁娶 你以为 那时候娶媳妇 或者是 葬个老人 就那么简单呢 你得 你得 清让台 你得 花钱 花钱干什么呢 就半天 抄半天仪式 这仪式不是那么简单 不像现在 现在我看好多农村 无论是结婚也罢 结婚也罢 生孩子也罢 死人也罢 反正 这个仪式都很简单 就是打麻将 就是打麻将 这个放的音乐 其实是什么都可以 你这边死的老人 这边那边还有一个亲生 还在那儿乌鸦哭呢 放的音乐 什么 你有几个好妹妹 不稀采 说那个时候 江苏连鱼港那说是 最近传说是 那个他们 丧礼上跳脱衣舞 那个中央台 他下个街市去拍 很愤恨 愤怒 怎么能这样呢 其实这个 这个线对现在 是不稀采的事情 因为他那个 那个礼俗的内容没有了 就是 原来这个文化 内涵没有了 就现在这个内涵没有了 以前是内涵 是有的 他必须按这个内涵 来操作 所以形式和内容是一致的 而这个形式内容 谁知道呢 就这些读书人知道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什么呢 就是说 乡村的调节 这个是大量的存在的 所有各种纠纷 所有各种纠纷 这个邻里之间 亲戚之间 这个街坊之间 这个都免不了纠纷 这个舌头磕了牙 有的时候 尤其是兄弟之间 为了分家 争夺一把 没有范的茶壶 打了一死我活 这种事 今天也有 这就需要让人调解 调解 调解就有话语 对吧 你拿什么来调解 你不能说把人俩叫一块 你俩好吗 好吧 好啊 不好抽你大嘴巴 那不行 那肯定不服 你说的这个 这套说词 也是这些人 都掌握的 还有更大的合作 比如说像灌溉啦 什么东西 这个公共公益事业啊 你说这个事你做了 总得有 总得有个组织 有组织 就有话语 话语权在想一会儿 就这些 世人 他们掌握着话语权 就是他们有具体的功能 你别看那个 他读诗诸语经 或者说演习这种 儒家的这种 这种礼仪 好像没有什么用啊 今天看来没用 说没有什么用啊 哇 你们就是什么 什么一扣手二扣手啊 是吧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嘛 这啥用 我不拜高堂 我不拜高堂 我我我 我也 我也把媳妇取到家了 啊 你是 你不拜 你不来这套 你也能取到家 啊 这个 但是当时 其实就 他必须的 有这套 这一套 他对他这种 社会关系的凝结 和强固 是很有效 啊 你就说吧 那个时候 哪有现在这么高的离婚率 啊 啊 没谈恋爱啊 啊 你们的爷爷 祖爷爷 和你祖奶奶们 没持有恋爱啊 那他们离婚了吗 没离婚 啊 因为他生下了我们 啊 就他 我不是说的好 他这个事啊 他本身是有社会功能 就是这些知识分子 他做这些事情 他有存在价值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种科举跟科举相关的是什么呢 他使得那个 所有的读书人 包括相当一部分 就是相当一部分 他既种地 也干别的读书人 就他有其他 其他的事 其他事要干 就是农忙 他要种地去 啊 但是呢 他有了一 他因此有了 一些相关的产业可以做 比如说教书 啊 这个秀才可以教书 需要教书 就那个 素修拿的比较高 啊 这个 说是素修 素修是送人 送人 请人教你 教 请到人家上课去 给人送一 送一束干肉 其实那个东西很难说啊 有的送一把米也行 啊 是送点钱也行 啊 送自老母鸡也行 反正就都要素修 而秀才拿的高一点 其实大多数农村的这种都 教书先生啊 实际上是没有考上的人 没有考上的人 啊 都是那些老同生 啊 但他能读 多数是能做文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不行的 有混事也有 啊 就是好多那个 我们现在如果你们 有兴趣 你看看那些 搜集一下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中国中国的民间故事里头 就是民间故事 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东西 在世界上 它是相似的 啊 这世界上通的 就是这一类 那一类 分类 但是唯独 嘲笑 教书先生的这一类 在其他国家没有 啊 中国有 我小时候就听了好多 后来 后来私底看了好多 啊 说是那个 说是把那个 于于库文哉 说成是 都督屏障我 啊 所以来那个曾先生 原来的蒋先生 原来那个二百五 一支教徒都听到我的 啊 大家都听 听得挺来劲的啊 估计他口还好 这个郑先生走来个真先生 教育医护文哉了 大家都不听了 他瞎讲了他啊 一哄而散 啊 一哄而散 这都是 这是笑话 笑话 好多好多笑话 说这个 就还有说这个小偷 偷来偷东西 啊 说这先生在这念书 背课 念这个 前翅必复 后翅必复 把前翅必复 念成 前义必贼 把后翅必复 念成 后义必贼 小偷跑到前面的时候 前义必贼 这怎么 先生真厉害 知道我来了 跑后面去吧 老先生就念 念到后翅必复了 后义必贼 他说只好 只好就落花二桥了 啊 农村里头 就是这种耕毒模式 啊 或者叫英考谋生 或者叫耕毒模式 这是农村的一种 基本的生活 啊 模式 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 或者叫读书人的 基本的生活模式 城里头也有 城里头啊 那个时候是发展 就是 极大的发展了一种 就是说 我们今天叫什么 考研经济 哈 那个时候就叫 英考经济 啊 就是说 把那些 过去的那些卷子 把它整理出来 分门别类 完了加上批语 完了卖 就是卖 呃 高考核心资料 啊 这些的人中间 整理资料的 加批语的 都是这些知识分子 都这些 这个英 秀才和不利秀才 他们干这个买卖 他们的书商结合 啊 这是一个很发达的事业 啊 就是包括那个 印那个作弊书 啊 作弊书 这个我看过几种的 小作弊书 那小书这么点 这么点啊 你就很惊奇 这么点小书 这么点小书 能把所有的四书 全都印进去 还有这么点小书 印几百个 几百个 那个就是 英式文章 他可以把那个 过去那个不是 高底靴吧 靴空 塞进去 完了考床 带进去 啊 现操 啊 这个比我们 这个 那个 这种 如果有人有兴趣 可以做一下 就是说 中国英式这个考 作弊这个啊 作弊技术发展 死 我估计肯定是 一个很好的博士路人啊 这是一个产业 就是给 给常理的真实分子 也创了一个产业 给乡下真实分子也创了一个产业 这叫耕读模式 或者英考谋生模式 别小看 这种模式对人的这种 或者叫束缚 或者对他的影响 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这个废科举 废科举 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摧垮了这种模式 摧垮模式 没有什么新的模式 就是虽然到废科举的时候 中国大门开放 已经六十多年了 但是这个西方世界 西方的世界给我们带着这种新的变化 应该说还是相当有限 就像上海 或者是那时候的武汉这样的 就是很 有布满了猪戒 有很西化的城市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的武汉 比现在的武汉 要更西化 就是更发达一点 就出全国来讲 绝对比现在的地位要高 高了多 因为它是一个通商口岸 是沿江沿海的 像在这样的城市是很少的 它能够提供的新的职业很少 很少 没有多少新的职业 就那么点铁路 对吧 一条津汉路还没有到 就到汉口 北京到汉口 一条这个津江路 一条津苦路还没有 还没有到 中间到那个哪儿 还有百度 就这么点铁路 交际线 中东路 都是外国人控制的 我们还有工厂 我们当时有多少工厂 说到了一 到时 到了一九 我们当时 你们都学过 一九二十一年 中国产业工人两百万 中国当时四万五千人 两百万人 这算啥呀 而这个数字 应该说还是 有这个 有虚假成分 就说这个 虽然是外国人 已经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但是他对中国的这个变化 中国当时的变化 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大 未必要很大 就说中国呀 他地位很独特 什么呢 就是他一直就没有当过任何一个列强的殖民地 这个当时是个好事 就是我们一直还独立的 至少是半独立 至少我们还独立的 但是他也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说 如果你当殖民地了呢 他这个 殖民 这个这个 这个殖民者他会给你做点投入 会有点建设 比如说他们自己家的地方 自己家的财产 他对老百姓还好一点 他会有点回报 而他至少他还会 比如说像 比如说中国 印度 缅甸 朝鲜都从于这殖民地来后 他就会这个 帮助那个 这些国家去蚕食 蚕食中国 为什么 他为什么帮助 他帮中国蚕食他们呢 你中国是一个无主的地方 这个无主的东西 他们没事管 没人管 所以你说没有煮的肉 所以大家都来吃你 没有投入 只有掠夺 所以当时中国这个发展 尤其是像 就是现代化的发展 的程度是相当低的 我们整个的国际贸易 赶不上一个小小的比利时 所以在西方那个份额中 就是说他确实是 不太把你当回事 就是说 我们老说是 是一颗团粉碎了这个 列强 挂根中国的美梦 不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 那是觉得 他们觉得 中国人这个地方 这么大那么多人 养过起来很累 又那么麻烦 又没什么 当时又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资源 铁矿 这个 汇粉太多 含量又不高 没有石油 觉得这个 没啥意思 真没啥意思 要你干嘛 那么多人还养活 所以他就算了 别以紫围 一个团的一拍肚子 刀下不入 他就能把中国救了 如果他们能把中国救了的话 那还有共产党呢 所以我们的讲历史人呐 都是自相矛盾 一方面说 自由共产党就中国 一方面他又 过分地强调这些 这个农民起义什么的作用 所以说呢 他实际上 作为绝大多数读书人 他还是要 依靠这种 耕独模式 这种生活模式来谋生 而且呢 他还希望他 从这种出息 所以从 可以说从近代以来 可以从1840年以来 中国虽然是 也从外面派了很多人去留学 自己有出去留学的 回国的人 还有在国内继续西约堂的人 国内的西约堂也不是说 从1905年开始办的 以前就有人办 教会的诗人都办了一些 但是这些的新学堂的学生 留学生也好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都要去考科学 我们知道严富 对吧 严富是说那个翻译天眼论的人 翻译介绍达尔文主义 进中国那影响很大的人 都知道戏剧 很了不起 大思想家 但你知道吗 他从回国以后 每一连串 一直考到 1903年 考巨人 虽然后来他已经是很大的国家了 他还要考 他要不考的话 他要考不上 一直考不考 他们家族就 就吵吵他 什么了不起 连举人都考不上 给他批子又考 他批子又考 但是 他们家乡要考试 科学考试 就是那个修理考试 他要参加 两人 周术人回忆 说他俩都去参加 说我哥哥比我考太好 这个西医堂里头 如果有个学生 要考试了 去当就准他假 去校学生说大学上上了 说你要去考试了 你去考去吧 准你假 如果考上了 这个学校就张榜 公布 像那个 像那个鲁迅他们上的学校 还要放炮 庆祝 就是他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 就是说他实际上 这个变化 虽然变化是有的 但是并没有根本的打破 就是原有的结构 和原有的一种生活模式 所以这科区的改革对这些下层知识分子来说 冲击是相当大的 啊 相当大的 当然开改革之初的时候 有些人是很高兴的 有些人是很高兴的 就是说因为当时说法嘛 就是说小学是秀才 中学是举人 大学是进士 这个过去呢 是考过秀才都很难 但是现在一上 一上 一改革 上小学 有钱就可以上 主呀 全去就去了 有点钱上东学去了 所以郭沐若回忆说 他那时候 上小学 他是全班最小的 十四岁 其他的人 都三十多岁了 至少有一个老婆 但是这种兴奋劲 没多少上奸 很快就过去了 发现 这个小学上了 他也不顶修台啊 就太多了嘛 一下太多了 就没有什么奖掌 没什么意思 就没什么优惠 对不对 所以后来就很多人 还没上过小学 上不起的人 就没有出入了 所以这时期 那个军事改革 就是办新军嘛 练新军 各个省都练新军 这个新军士兵 相当大部分都这些 就是这个 私议的知识分子 读书人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 这个武昌起义是 就咱们这儿嘛 咱们手艺之区啊 你们这个地方 起义是谁干的 新军干的 是不是 就是说 别的人 别的人什么邦会啦 什么学生啊 闹了半天 说这个这个 这个孙山连闹了十次起义 都没什么事 没什么都没得出名上来 就这帮新军 一拥而上 就成了 啊 就普遍的新军成为一个移极力量 就是他背后什么呢 就是这个 整个清朝末年的读书人 他的惶恐不安 为什么惶恐不安 他这个基本的 生活模式被冲击了 他这个模式动摇了 他没有新的出路 当兵仅仅是一种出路啊 啊 而且当兵你知道 当兵对独身来说是一种耻辱 啊 过去叫好铁不打兵 好人不当兵嘛 啊 都到了当兵都肯当个地步 他就对他来说是一种 不是很 就是他至少心里头是很压抑的 对这个呢 就是说 从某一个层面上说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是一种 而且我们还看到 就是一些史料中 还反映就各个地方 尤其是些 呃 就内陆地区 经常会出现一些农民的蜂巢 而农民的蜂巢往往指向 就是一些西学堂 比如说他们有 当时有运动 什么运动呢 叫烧学堂打先生运动 哎呀 我听了很毛不悚然 烧学堂那不把学校烧了吗 打先生那不打我吗 对吧 但那时候就这样 就这样的运动 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 配合女他没有影响 他为什么有影响 就是说 整个新政改革各个方面 废科举的冲击是最大的 啊 最大的 进入民国之后 啊 总算是 有点明白了 总是有点明白了 认为这个 学校跟这个 呃 文文考试不是一回事 所以开始重新 重新确立文文考试制度 从袁世凯就开始张罗 到呃国民党 国民党建立 武权制政府 就是 呃 武权分立 武权分立呃 呃这个除了这个 这个 立法行政 司法之外 又加了两个 监察和考试 考试院的 单独成立 他就是说 他已经意识到了 这种考试 这种过去的 科举制度 他对于这个整个这个政治制度的一个好处 好处 但是由于这个战乱 由于他的国民党的制度上 建设的 有问题 他始终没有真正的实行 就是对全国官吏的 统一考试 说 比如全国官吏同一又考试 考试取完了之后派 他的制度是定下来了 但是他没有实际上了 啊 没有实际上了 就是国民党 就是整个的国民政府 他是 他意识到这点 但是他并没有做 没把他做好 当然这里头有一个科学原因 就是说他 总是战乱 即使是 就是我们讲的十年建设时期 就是 所谓从 二七年到三七年 这其实 不到十年 这十年的十年建设 他们叫十年黄金时期 实际也充满战乱 啊 实际上大规模的军方立战 到三零年 年底才初步结束 后来又跟国民党内战 后来又 啊 还有日本人的打进来 说三一年 就一八刚过节 对吧 所以他并没有一个 很太平的时期 啊 就他没有这个 推进这个制度的一个 基本的 这个外部环境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这个历史的进程 就很有 就就就就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呃 共产党来救中国了 共产党就成立了 新中国了 啊 打败了蒋介石 这个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 很有意思 啊 新中国呢 他是 他上了以后 对于这个 就是对于这个 教育体系 进行了大刀破斧的改革 就是从五二年开始 对于高校体系 进行改革 然后就以高校 对龙头 整个 往来就 也确认了高考制度 就是全国统一高考制度 这个制度很有意思的 哪呢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种 对科举的全面复活 全国统一考试 考试了以后 入学 入学 啊 你就转过口了 然后你要 只要毕业了 就回家干了 二十三级 啊 统一分配 就像我们当年那个 就是以前考中近似一样 啊 实际上的大学教育 不是教育的 这种出口 它是面向社会的 它不仅仅是面向官僚的 但是呢 这个高考统一制度 却会把 却把什么呢 却把你所有的大学 你所有的职业 都固定在干部身上 什么叫干部 干部就是官僚嘛 啊 干部就是官嘛 对不对 我们管的叫干部啊 这词是那个日本 日本人给我们的 日本人发明的 我们继承过来 对吧 国家干部 啊 国家干部 同一分配 啊 你不管你是干嘛的 你是医生也好 技术员也好 啊 你是教师也好 你都是国家干部身上 像我们当年 我们都填过表 国家 现在 我刚刚好像这个 上个月还 组织部还给我发了一个 干部履历表 我说我什么干部 啊 就是这样的 就说 他变成这样的东西 而且他不仅仅是这样 我们的这个统一考试 他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使得那个教育啊 就他带动了整个教育 整个这个教学体系 教育体系 就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我们后来批判的 衙梦化 教育是衙梦化 这个教学方式的教条化 教学内容的 给定真理 是教育 就说 我不管我教什么 尤其是人文智能科学 真理 已经在我老师了 啊 你们就是把我老师讲的背下来 就完了 啊 不容许讨论 啊 你英考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 怎么样把这个熟练 把这个东西过程 变得熟练一点 包括 甚至包括一些理科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这个 一直到现在的英式教育 就是这样的 就是包括一些理科的练习 包括一些数学练习 物理练习 他实际上 他都是告诉你 怎么去考试 怎么能最好拿到最好的分 怎么能揣摩出题者 怎么揣摩那些判卷的人 他不是说 让你去追求一种创意 追求一种教育的本源的那种意义 不是不是这样 他就是一种教育 这个教育就恰恰是 科举当中规定下来 为什么呢 科举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那个四书 四书五经 而四书呢 你这个 写答卷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是成不理学 是诸喜的注 如果你超过了诸喜的注 如果你不遵守诸喜的注 那你就是 已经叛道 但不仅仅是你不能录取 而且还要被自罪 原来我们这样 你说你在政治 政治这个 或者政治课语文课 语文课 你敢 你敢越出来 你敢越出那个答案 你敢不按这个来 或者你敢反着来 在那个时代就是反标 就是他要求一种统一思想 统一道德 统一意志 按道理说 我们的选官制度 应该是科举 如果你要是吸取这个传统的资源的话 你应该把它用在选官制度上 不 我们那时候选官制度是什么呢 是秘密选吧 啊 就是改个前 秘密选吧 啊 各种标准 考核 全是那个 那套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啊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有公务员考试 但是公务员考试不是全国统一考试 高校入学是全国统一考试 这个高校入学是 当现在已经 你现在大学毕业也不是干部了啊 也没人说非 非得是干部了啊 但是这个就是高校入学是 考了试就算数 你上个线就录取你 基本上还是 从这个计算还是公平的 但是公务员考试 你上个线也未必录取你 还有面试 后面还有研究研究 多少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是最后曾经筛选 啊 这个过了 说最后 最后进入复试 面试的是四个人 到面试的时候 突然加了一个 突然来了一个 不是哪儿来的 突然来一个 但是最后结果就是很清楚了 就是最后来的那个人都去了 这一头我们发现了一个嫁接现象 错位嫁接 我脏三头 按着李氏的枪上了 啊 或者叫乱点烟烟腹 啊 我们不是说科举考试 这位传统试员是不能齐取的 但是他确实 按下了教育体系的 所以我们的教育 他实际上是培养 说现在我们其他要搞创新性 创新性国家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 恰恰是背道而驰 他重点的是什么呢 培养 你对体制的忠诚 你对领导的服从 啊 你对真理的盲从 因为我这真理是不是 是不是真真理也不知道 啊 反正告诉你的真理 你就背完了 啊 这样子怎么能创新呢 啊 我是参加过那个研究生 就是北京市多好几次 研究生那个政治课考试的盘卷 我感到很痛苦啊 大量的考理工科的学生 就是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不及格他就没有资格入学了 所以我当时的盘卷是 呃 相高抬高一寸 啊 能给能给十分的 我肯定给十二分 啊 经常被他们骂 啊 但是我还是这么敢 但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 所以这种事情你说 说这些考试 他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大个东西 这个工业考试 按道理 说如果你要是想推这考试的话 啊 现在 那你就应该是像科举一样 录取了就算 你只要是考试了你就算 就是就就就 要当官员 你不要搞这些名堂 在面试 在什么 你比如说当年那个考试 比如说像那个甲午科那边 就是一八九四年那一科 就当时那个 做法官是徐同 对这个抗委 特反感 特死了 抗委那天才考试 他跟你这个相好的考试外说 你如果看到这个卷子打了 跟那个抗委一相似 你给我砍 就给我砍掉了 最后等到卷子 最后接绑了 所以发现 抗委 中了 那徐同也没办法 那这方向是中 不管你都不情愿 你这方向是中 这就是考试制度 就是你录取 录取这里头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你上线 你接个分数线 你可以接得很高很高 就像那科举 全国才取什么呢 才取什么 三百多个一米 三年 但是 只要他考试了 他不合格 但是你通过其他途径 但是现在我们猜猜不是这样 现在不是这样 就是该汲取东西 就是该进行公文员考试 该文员考试的部分 就是应该是科举对方 不是科举 反正 不该科举对方 是科举 就是说大学主义考试 他本来应该是多元化 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英式教育搞掉 怎么能够把它搞掉 如果有全部统一高考 他就不可能被搞掉 就是中学 甚至小学 整个都冲你这块来的 你们都知道 到了高二 就把课学上完了 整个一个高三年级 你们都干嘛呢 你不是现在现在练吗 尤其你们像湖北这种高考地域 都练得都吐了 这样的训练 魔鬼训练出来以后 他到了大学已经筋疲力竭了 你他不这样还不行 他能学点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现在我们我是发现 就是我们大学里头 就是稍微好一点老师 就是发现 头一两年的学 新生特别费劲 就是他花很大力气 把他绑过来 他脑子他只会去考试 他根本不知道思考 但是更可悲的是 很多学社会科学 后学文科的学生 他一直到大学毕业 甚至研育生毕业 甚至博士毕业 脑子里头还是中学那点框框 这不是没有啊 这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整个教育的失败 整个教育失败 实际上我跟我们这个高考阴影有关系 不是跟那个科举阴影有关系 科举阴影 就是科举的阴影 实际上一直笼罩了我们的教育界 为什么非要把它变成科举 为什么把非要把大学变成科举 就是说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 我们对政治稳定的这种需求量太大 或者有一种畸形的偏爱 以至于极大的损伤了我们的社会需求 对社会进步 对社会创新的需求 也就是说我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 事实上科举 他走了一百年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走 还在我们中间 谢谢 提问吧 刚才张老师我们做了很精彩的讲座 下面的同学们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进行提问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你接触了事务 你能说在我们现在的这种高 这种高考制度的影响 我们特别的影响 你说现在我们应该是怎么来做 高考教育制度的研究出来 能够理想到我们的教育 能够无法理解 好 这样个问题挺好的 中华民族 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的民族 这个事呢 就是说 这种话你也不能说错 我们中间确实可以找出很多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来 但是说呢 你就说 老是觉得自己就这样了 这个就不好说 因为中华民族人太多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不可能这么定性 就是我们都是这样的 不可能的 这个总有坏人 或者总有一些不好不坏的人 或者总有一些不好不坏的人 在不好的环境中就坏了 包括大看间的问题 其实大看间它有很多问题 一个我说它有一个民族自信丧失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的政府没有能力保护的人民 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 就讨论那个江文那鬼头来了 就说你这个 我们讲这个现在学的这个三要術 就是主权国土和人民 人民很重要 你这个政府没有能力保卫人民 保护人民的时候 人民把人民扔到沦陷区了 人民总得有饭吃吧 就是过去我们讲 老是两个就是两个京剧的态度 一个是梅兰芳 一个是马连良 说梅兰芳好 梅兰芳是唱蛋脚的 日本人来了他就留胡子 说续续明智 这个续续续明智 老子这么不给不给不在那个时候唱戏了 马连良没有办法 给人唱戏 给日本人唱戏 还有日本人那个就是成立满中国的时候 他被逼去庆典他也唱了 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污点 但是你知道梅兰芳他的积需多呀 他什么不干 他可以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家人 马连良那时候一大班子 一大家的人不说 而且他还有一个大西班子 那么多人要靠他养活 他不得不干呐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讲 他有这个 还有这个问题 你说你当你这个国家和政府 没有能力保护人民的时候 这个你你也得允许人在轮陷区某点事干 当这个某事干的时候 他也就有时候他就 他就可能他就像帮助了 好多美军实际上也是某碗饭吃 没有办法 所以这些时候呢 就是说 坑主两个方面说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说我们 就是不能用一种道德词入来 简单的评价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问题很大了 说怎么办怎么办 说这位同学又挑战了 说你老是这么说不行 就是为什么不提点健身性意见 健身意见 我也提了 我提了 我在新闻中开做的专题的时候 我曾经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说一定要改高考 改高考 就是这个高考要改 这高考改呢 不是说像这种 这个上海这个交大和那个复旦那么改 就是面试 这个不可能了 这个如果是各个学校都面试的话 那成本太高了 不可能 全国乌鸦全去涌到上海去 然后那个他面试完了 把你淘汰了 再回来 大多数都被淘汰了 谁受得起这个负担 对不对 他还是借助这个考试这个体系 全国都有考试体系 你利用这个考试这个机构 进行同意考试 但是有一点 题由各高校出 卷由各高校派 这样多元化了 多元化之后 中学就无从魔法 无从揣摩 这样呢 就会实现 一方面落实高校自主权 一方面把它多元化 我这个建议是一个 很不成熟的建议 还有这个 比较详细的那个文章还有 你们可以找去看 这个在这没法讲得太清楚 就像刚才您说 那个问题 好的 据我手机 很多杂志还包判上 就是分析 说 诺后面有一种 昏奇默默的一个题字 就是很喜欢走文习观 然后就是 如果大家有个科技 就是说是个高考试的话 那么会不会都是 产生那种秘密选拔 那种 就是 就是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 就像现在的考研呢 就是和内部的能够一项操作 肯定会 他这个就今天中国的 人的诚信程度 就这个普遍的诚信程度 就从政府到个人 到自己体制内 体制外 这个要按今天这个诚信程度的话 肯定会 今天是我们这个 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 文章是我们的制度 教人说谎 教人作弊 制度导致的人作弊 就是这个事情呢 当然 你这些事情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呢 这些事情的 他这个防治 也不是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 就是说 你包括今天 你包括今天 比如说的考研的问题 考研的问题 他们这个防治办法就是说 把考研变成高考 胡明 统一判卷 把我们圈起来 由行政人员看着 这就顶事了吗 行政人员到的 学生比我们高吗 他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大学里头啊 他没有一个学术的标准 他只有一个行政标准 我们叫做 国二大学文大 你别以为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你们想想看 哪个大学的校长 副校长 书记副书记 哪个学院的院长 副院长 不是教授 过去是学而优则是 现在是思而优则学 思而优 什么都来了 这样的就是说 他没有一个学术标准 好坏 只有行政标准 比如好不好 这个学校有没有博士点 教育部定的 凭什么教育部定的 啊 评优 啊 指标 全是顶着行政体系来 下来定的 你问他好坏 评讲 我们现在知道中国 你 我们都说什么 什么电影百花 讲什么乱七八糟 烂烂烂 我们的这个 讲烂不烂 想到你一个学校 一个系 一个学院 学生会 就让你们自己搞 你们烂不烂 他没有一个标准 也没有一个学生共同体 这是我们大学更更严重的问题 就说 事实上我们烂 我们老的学生不好 研究生不 研究生说不可合 资料太像 其实我们导师 下降的 水平上的更快 呃 北大的这个副书记 敏维方有一个课题 说是调查了 是百分之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吧 这个塑导和博导 都认为这个 学生在下降 其实如果你这个问卷 如果问学生的话 他们可能是认为 戴上各样样的帽子 我我才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破替主任 我们的教研室 北教研室主任 就工头 我们那些教授 我们那些院长和副院长 他们的头衔 我跟你说 那名片的做这么大 也别以为 好学校的教授 都是都是牛的 啊 我在这个心脏 他们前两天 逼我开了个博客 我说了一段话 我说 我说别以为 这个好像你是什么 好学校的教授 就是牛的 啊 我跟你说 这里头有一大部分人 或者是一半以上的人 仅仅是借着这个名校的头 头衔来造成状骗 如果他一旦不是这个教授了 这个学校的教授了 他什么都不是 他甚至不如一个乡村的读书人 我说的是切实实的话 啊 但是就这些人 现在决定了学生的命运 为什么呢 我没有学书标准 第二 学生一点权力都没有 我还是我还写过那种话 就说我们大学像什么 衙门 啊 领导老板 啊 是天下爷 机关干部 六房书立 啊 老师 三班牙役 有点权啊 他可以欺压学生 学生就是交流大缩的百姓 除了交学费之外 什么权力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黑幕 黑箱 他能不 他能不搞吗 学校主体是老师和学生 他恰恰两部分人是最没最没有权力的 他怎么能搞好 他没法搞好 啊 没法搞 村民还可以自治呢 我们大学老师 连个系主任都选不了 啊 你们选个学生会 老师传维还得操纵 我们 我们学院 我们 不是我们学院 就我们学校 我曾经写过一个袁世凯会选的事 不是 袁世凯就是 呃 组织公民团 逼那个议员来选他总统的事 我当时就受到刺激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 选学生会主席 结果 选出来的结果 主席 主书主席 老师不同意 传维老师不同意 老师 不是我的心目中的那个人 就不让走 从早上选到晚上 选到后半夜 中间给饭吃 还让你吃 什么时候选出来 什么时候走 我曾经说过 我说这个中国有学历史 搞历史就是好玩 就是历史经常重复 经常重复去重复出去 而且概率非常高 所以说马克思说了 第一次出来是悲剧 第二次是笑剧 所以他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笑声 但是这个笑剧背后还是悲剧 就是倒霉的还是我们 这没办法 如果高校这个东西不改变的话 我觉得没有办法 就像这种通过其他方式 来解决这些问题 根本解决不了 阿迪布朗 张教授你好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您 是在2014年 就在华中学生论谈 来做的演讲 就是说我发现您做学问 是从近代 虽然是政治学校的 我发现您做学问 是从近代 在中国的历史方面 来做政治上的学问 就是说我就是说在中国 目前政治学破了这个人秀 不是很多 除了这种主要 其实在几个学校 就是说您作为现在 在政治学方面 中国政治学方面 还有一些程度 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怎样看待 中国未来的政治学的发展 因为中国政治学 与国外的政治学 差距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就是还有一个 我作为一个 我也是学生政治学 我就是作为一个晚辈吧 我想我想问一下 在中国做政治学 哪方面在中国最有十位价格 你说他要说 钱股比较大 谢谢 这个问题我真是没法回答 你让我当算命先生 让我讲这未来 这个说良心话 我对政治学的这个了解 是一丝半解 你别说我是政治学家 我连那个政治学学徒都不是 偷配 我只是配就是 回虎那些完全不懂东西学的人 不顾他们 这个我说 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就是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 政治学有没有用 就是说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能在哪地方施展拳脚 按道理是 是应该有前景 就是说 中国 中国在政治问题上 就是说 就在中国在中国政治这个 他现在是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是整个世界 政治学者的一个金矿 就比如说你美国研究政治政治学 他就是选举 选举他们都那么多年了 早就定型了 那点事 翻来覆去都可能没有意思了 但中国转型热闹 中国什么事都能处 中国的中国发生的事情 就跟政治有关的事 就是李宁那个品牌 就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研究者 他确实很兴奋 他们瞪眼睛来 你无意大说知道 瞪眼睛都来 都跑到中国跑 而且呢 我觉得 从另一个方面说 其实 作为一个学生啊 研究这个 设计科学 就是霍德胜 学习设计科学 他本身呢 就是说 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 无技能的这种教育 就是不是像我们华科 很多学科都是有技能的 你是可以玩 玩东西 你可以修东西 造气车 修气车 那个玩电脑啊 你测试程序啊 你知道你都有技能 你会的 你拿来东西 你这一招先 反正至少还会用你 就吃着玩 但是我们是无技能的 你出帝以后 好像你会干嘛 你学了啥 很茫然啊 是叫那个 上穷必落 下黄泉 两处茫茫节不见 不知道你干嘛的 但是说是不是有用 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关键是我 我认为我们这种教育 就是我们这种教育 实际上什么呢 它是培养一个 就是我曾经 可能你们不看 这个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 就是说通过这个来学会 怎么样做事 怎么样跟人打交道 关键是怎么样做人 但是首先是要怎么做事 所以怎么做事 所以说怎么能够通过上政治学 或者上经济学 其实经济学和政治学 我觉得没什么本质区别 就在本科层次上 没什么本质区别 其实理论很多相通 差不多 它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让你通过这种学科的培养 你培养一种素质 你能够科学的做事 你能够 你能够怎么说 你能够理性的 或者是明智的去判断人 处理人际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说你比如说做事 比如说你出去以后工作了 你是老板也好 上级也好 叫你做一个事 因为事实上你去工作的时候啊 无论360行也好 现在是36000行也好 其实你做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事就是一个一个的事 一个一个的任务 今天让你干这个 明天让你干那个 都一样 说在什么行 其实对你面临的事 都是一个一个任务 尤其是那些比较大的任务 这个比如说他你去 出完事 你搞一个选机策划 比如说 某一个这个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宣传开发 等等 就是类似的 你完全不懂这个领域 你没学过对吧 你没有学过啊 你干你 你能不能干 你会不会干 啊你会不会干 你说我不会 上总老 这个领导我不会 我没学过 那完了 那领导 你以后你就别想好 你说我不会 领导你教我 领导大嘴巴抽你 又领导也不会 但是你能干什么呢 你肯定要干 这个时候你第一步干什么 你肯定是要把这个事情相关的信息都收集起来 你了解它 对不对 尽可能各种渠道 什么网络了图书馆了 问熟问这个能的能明白人了啊 你收集收集越齐越好 然后进行细细处理 区别春春 啊 归大 啊 找出这个真实的一个逻辑链 然后设计出方案来 把最后把它完成 你想想看 你们在学校做这个行业的人 你做研究的时候不就这样吗 写论文不就这样吗 我们很多学生是把这个做论文跟你的人生分开 跟你工作分开 我们现在老师也没有把 因为我们实际上就包括学生学的人 真正的你学到博士 你真正去做这个研究的学生学很少 多数人都是学完之后 去到工作岗位上去 干什么都有 实际上你在这个学期间 你是学会一个这种科学的做事方法 你就 你不会的时候 你就按这个套路去办 你就会了 你就怎么做好 不是让你做事 不是让你买根冲买根算 不是让你端茶道水 那谁都会 而是这种大任务 很陌生的任务 老板都不懂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做 再一个 就是你会不会 你能不能理性的 或者是比较聪明的处理这个关系 能不能失业人 就是说 就是说你这些东西也要靠你在学习中体会 你包括读历史 你以为读历史读好玩吗 当然你是晚上打仗 好玩热闹 那叫傻子看 我们有外行看热闹 那行看门道 古人的活动 古人的那些都是古人的活动 古人也是人 那是古人的活动 那是古人留下来的故事 留下来他们自己那时候的整整这种生活 他们的面貌 你通过这个你就知道了 怎么样来认识人 什么样是什么人 人的人性是什么 人的心理是什么 人的表现是什么 人的弱点是什么 你了解这个以后 你才可以在社会上应试 我们现在下载这个教学 老师哇哇哇一讲 一二三甲义丙丁 物理更新星 ABCD 讲完之后你们一备 完了 老师不想的去怎么 你就你就业很有用 你自己也不想 到毕业时候想 老子学什么啊 我四年 什么没学 我两年过去 研究过去 没啥没学到 还有些做书业的时候 比如说老师家做书业 老师家写的文 抄啊 抄啊 往上当了现在 现在这个本事很大 现在我们已经 我这些反复性反复 我就告诉你 我就告诉学生 我说来 抄是害自己 真是害自己 我说这个过程 做书业的过程 是你培养你自己 做自己的能力的过程 如果你自愿放弃 你愿抄 那你抄去吧 好像就老师给你个分 那肯定不对 那你自我自暴自弃 你自我放弃 这个教育说 当然最大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教育 没有给你这样的 这种培养 就是我们的教育啊 是上不遭天 下不遭地的这个教育 上不遭天 它不能是研究生大学 就是培养出大师的这个学校 下不遭地 是没有职业训练 不能让你去求职的这个教育 所以问题才这么多 尤其是 刚才我指的是 尤其是这种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 这个理工科不算啊 理工科人 人是找地儿 人是落地儿了 但落得不太好 就是我们实习 实习的太少 以前我 我学过农业 这个 原来是解剖 马 牛 后来没有钱了 几泡猪 啊 再没有钱 几泡兔子 啊 这个 吃喝干啥都有钱 就是就这只没钱 我说后来我不知道 因为我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几泡耗子了 是吧 江先生您好 我是华科法学院的法律作人 我想请教您的就是 科举这样一种制度 来是一种文化 对我们中华文化 产生了非常深刻的 影响 这是为什么已经 捅住了我们中华文化的骨髓 我想问的是 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 科举制度究竟是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究竟是积极的分架 还是消极的分架 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 您认为科举文化 这样一种制度 来是一种文化 究竟能够扮演一种 什么样的角色 是一种积极的角色 还是一种消极的角色 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认为 您也提到 科举文化 乃至这种制度 乃至这种文化 它批养了这种 能性的教育 它是一种 批养能性人才的制度 它 就是说它不太有利益 不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 乃至您所精神的活动 您对这种问题是很大 谢谢 这个科学技术 这个科学技术啊 呃 它就是在 今天就是在形式上有用 就是形式上 它可以用在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建立场 这个形式上可以借鉴 其他的 比如说 考试内容 八股取文 啊 这种 思想灌输 这都不利于这个 社会发展 实际上都应该被淘汰的 但是呢 它问题是 就是说 我们在中国的新的化过程中 尤其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 我们这样一些内容 就是思想灌输啊 这个思想僵化呀 甚至奴化呀 它都被继承了 而 该继承的没继承 就那个形式 用在那个公文考试上 它没继承 仅仅是这个 就其他的就没什么 我觉得 这个今天讨论这个 就是说我们讨论这个 一个东西啊 就是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很多人都这么说 一个事情 两分法啊 这个一分为二啊 有好的方面 有坏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分析问题不能这么分析 如果这么分析的话 就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好也没坏的 什么事也无所谓了 反正最好就好有坏的嘛 啊 那不能那么分析 就是说你关键是看它 就是在 具体的情境中 它起的到底什么作用 啊 它会产生 什么样的因果裂 这个可能是我们要 要 就是说 你不能走 是上了以后 就是把什么事情都当成一个烂苹果 这个烂苹果 有一块好 有一块烂的 你 其实 世界上的事物啊 包括人和事 它不是烂苹果 好了 谢谢 好 先生您好 我想 第一个就是 您的题目是 被科技 改名之修 改名之养 修和养 这个理解 另外 方面是就是说 中国文化内涵的 上 上次是 科技制度 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 关系大 还是与中国经济改革 或者说 现在的话 是 的关系更大一些 我想说 为什么现在改革 一提到改革 政府的改革 就是从老百姓 走到 超前 比如说 印象改革 教育改革 房改 都现在老百姓超前 然后我们现在发现 政府的 收费 一提到收费 就是说 国际经纬 然后一提到服务 就是中国特色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 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 很疑惑 还有一声 武夫治国梦 我现在闯问 现在我们是应该 法律治国 还是文化治国 还是教育治国 我们现在 我觉得 中国和我们现在的 就是 一些学生 或者一些 有志青年 就出于很迷茫的状态 不知道中国现在到底怎么了 我想 请教育 看得出这个 同学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呃 其实这问题也是太 就是太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 就是 这个 就是 这个修会养我就不回答了吧 反正这个东西我想 你这个 就是有一点 带有一点 这个文学性的描绘 你应该琢磨就可以 就知道了 至于说 现在改革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一到 一收到收费的时候 就给国议接轨了 一改革就收费了 明明收费 掏钱 这个一服务 他就 他就缩了 就中国社社了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这个呢 就是说他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改革到今天的时候 其实确实 他这种 就是我们讲 那个 他的政策的制定 已经不是 呃 一个统一的国家了 就是我们讲的利益集团 就是 你每一项政策 他的出台 都会有明显的受益者 和受损者 就不会说是 现在也不会说是 就是某一个政策出台 谁都不受益 啊 或者是 或者是 都受损 但是受受益的者 往往是什么呢 是那些 自定政策的人 是肉食者 啊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呢 实际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讲 呃 就是说 呃 好多一个各个阶层的撕裂 贫富差距 但是实际上 最大的问题就是 用共产党老话 就是说干群问题 就是所谓官僚 体系 这个体系 和一般老百姓的矛盾 这个是非常突出的 包括 这官僚体系 甚至有的时候 伤到了 他已经伤到了 我们说的这个资产阶级 就那个资本家继承 就是三级小蜜蜜吧 你看那些小蜜蜜族很 此起高气扬的 他们一度的委屈 说最大多的钱 是官员哪去 我们 说我们还多少少投点成本 啊 死了人 别人接出来我们还赔钱 官员什么都不敢 敢拿钱 这个矛盾是越来越激烈 他 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程度 而但是可悲的是 就是说 所有的人 所有的干部 所有的级干部 只要他有点权 他就会主动的去制定政策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改革后面那么大的步伐 那么多的政策 这个法规出台 这是空前的呀 绝不绝后我不知道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 这么多东西来让他出台 出台一个法规 出台一个政策 就会 谁出台 谁获利 很明显 逻辑 很明显 他为什么会这么干 就是他确实 他就是 他的政府 他已经变成这样一个 这倒不是说 中央 就希望这样 但是中央现在没有 还自私败 没有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也很头疼啊 每个部门 每个部门 每个地方 都在为自己牟利 而且这个利益之大 这个利益之大 已经到了 让这些官员感冒天下大不为 感冒沙头之风险 来抵抗 中央的禁令 他赶了 他赶了 因为太利太大了 他不是我们讲那个时候 那个那个谁讲的 说是百分之三百的利益 那阿说是这样的 那百分之三千的利益 那凭什么不干 啊 所以像这样一种事情 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呢 我想这个 这个 这样的就是我们讲的 干群关系这个问题 如果不解决的话 那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 嗯 谢谢啊 啊 看得出来大家对张教授 今天的这个课题啊 比较感兴趣 今天张教授呢 从北京不远千里飞过来 希望大家给张教授 一点揣袭的机会 明天我们在冬十二 将会再听一场呢 张教授给我们做的 精彩报告 好 今天的报告到此 这 актив明镜啊 嗯 看一下 没有什么 什么 charming 对 voltages 为什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